嗨大家,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有一些可能準備要去念書的觀眾就會偷偷地私訊我說 欸我很怕就是適應不良啊或是什麼的 所以今天就想說直接分享我的經驗給大家 這個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 就算是各地的風俗民情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今天就是從我的角度跟我的經驗來做分享 我不能說這些就一定是不禮貌的 只是說我有遇到有人跟我提醒說 喔這樣好像不太好 足夠的訊息,然後再次開始 首先第一就是你進門的時候沒有幫後面的人hold住那個門 這個其實我真的以前在台灣完全沒有想過 所以剛去的時候就覺得有點cultural shock 的感覺 台灣可能就是大家都是自動門 覺得後面的人他會一直你知道他會自己來 我其實是被一個長輩提醒說 進去的時候要先注意你後面有沒有其他人要走進來 射身處境地想,假如你今天是在別人的後面 然後人家進去的時候直接把門這樣關起來 我覺得那個我幫忙的感覺是不太好的 這種應該最常發生在可能餐廳 在餐廳的時候比較會有需要推門的舉動 如果下次有遇到的話 不要忘記先觀察一下你後面有沒有人 而不要讓那個門就這樣slap on the face 第二個是我自己體會比較深刻的就是 不要去問人家從哪裡來 因為美國是一個算是移民的國家 也就是他是一個種族的大熔爐 我可能我去的地方是加州 那有很多外來的移民 像我身邊就有很多Asian American African American Hispanic American等等 我不確定有多少人看過 之前網路上面有一段很有名的影片 就是有一男一女去慢跑 男生是一個白人 然後女生是個韓裔的女生 你從哪裡來的 我從來的蘭州發生 我從來的蘭州發生 但我從來沒有真的住在那裡 我從來之前 你從哪裡來的 那個男生就一直追問說 你從哪裡來的 這個女生當然就知道她想問的意思 也就是說她長相上面 不像所謂的美國人 我們可能就是會覺得 Oh, I'm Asian, I'm Taiwanese 但是以一個在國外出生長大的 可能非白人 他們都會有一些身份上面的認知 例如我們所謂的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或是ABT American born Taiwanese 他們不會就是羞於說自己是 Chinese or Taiwanese 但是你問她的時候 她還是會說 I'm American 我覺得那個是一種 對自己身份上面的 的 recognition 那我覺得其他人也要尊重人家的這個認知 當你初次見到一個人 她可能不是你想像中的美國人 如果特別去問說 Where are you from? 這個時候其實就不太禮貌 因為這好像在懷疑人家的 identity的感覺 我自己有遇過一次 就是我在學校的時候 第一年 很開心的遇到兩個女生 然後我看他們是亞裔的臉 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太多 我就問他們說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那他們就用一種 有點被冒犯的感覺 然後就跟我說 我們是從CNC來的 那那個當下我就有一點就是 哇 原來如果你第一次要去美國 然後想要交朋友的話 我覺得這點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第三個我覺得真的超級Random 我第一次去紐約的時候 因為是夏天天氣超級無敵熱 所以我那時候記得就穿那個假腳拖 當時帶著我們玩的阿姨 她是一個住在紐約住了十幾二十年的人 她有一天就跟我講說 如果你夏天穿假腳拖 然後你沒有擦腳指甲油的話 其實是不太禮貌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這應該像是一個隱性的禮儀 就是沒有人規定真的要這樣子 你知道你的腳趾頭是要出來抛頭露面的 那時候在紐約的時候 我就開始觀察人家的腳 我真的很creepy 開始觀察人家的腳指甲有沒有擦指甲油 欸真的呢 我跟你說百分之大概90%的人 只要穿那種腳趾頭會露出來的鞋子 就一定會擦指甲油 再來下一個是在陽台曬衣服 我覺得這個的前提是 你住在一個 apartment complex 因為我當時第一次去 也是住在一個 apartment complex 我媽有跟著我去了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我媽平常其實是不太使用紅衣機 就純粹是用曬衣服的方式 我們都是去買了一個這種可以架起來的 平面曬衣板 那我們就放在那個 apartment的 從外面就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我們就在那邊曬衣服 其實這個地方也沒有面向大馬路 也沒有哪裡 它就是面向一面牆 但是幾天之後我們就有接到 就是管理委員會的電話還是通知 我忘記了 就說不能在這邊曬衣服 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到底為什麼啊 就是也沒有去干擾到其他的住戶 我覺得這可能是公寓管理的一個規定吧 可能就是希望整個住戶的版面 都可以維持一定的整潔度 如果你堅持要曬衣服的話 其實對其他的住戶 可能也是某種程度都不禮貌吧 最後一個呢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有關於homosexuality 或者是racial discrimination 大家都知道美國這個地方 其實常常會有所謂 種族歧視或者是性別歧視的狀況發生 像我其實就很愛在YouTube上面 看那種completion 然後我就會心裡想說 這些人到底腦子有沒有動啊 我並不是要說美國人在這裡 他完全不會做這件事情 我要說的是homosexuality 還有racial的這個議題 其實在美國相較來說 他是很敏感的 同樣的話 你說在美國跟說在亞洲 你可能得到的反應會不太一樣 假如你今天說的話是相關的議題 那你身邊的人 如果覺得你有侵犯到別人權益的 他打電話去報警的機率其實是高的 其實到美國學到最大點就是 人是生來平等 你不應該因為你的race或是你的sexuality 而遭到不一樣的對待 當然這件事情我覺得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因為大家的觀念還沒有那麼快的更改過來 這件事情我是到美國之後才有更深刻的體會 然後我覺得也納入我自己的其中一種價值觀 但是很諷刺的也是 這樣子事情其實很層出不窮的在美國發生 像我是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小孩 我覺得我自己的觀念 剛開始也沒有辦法這麼的開放 每個人對於跟自己不一樣的人 可能都會有一點點的偏見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那可能跟我們自己的生長環境跟經驗有相關 這些議題其實在美國真的是很敏感的東西 所以你一旦觸碰到他 你可能就是要自己承受一下他的後果 假如你有遇到類似的狀況 記得要三思而後寫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五個在美國做可能會有一點點不太禮貌的事情 今天說的純粹是我自己的個人經驗分享 那大家不要太嚴重 如果你有任何經驗對於一個新到美國人可能會犯下比較不禮貌的舉動的話 也不要忘記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們有請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我會把我的Instagram放在這裡 不要忘記看我的最後一段影片 我會見到你們在下一段影片 Bye! 這個純粹已經完成了 而且沒有... 我的頭髮已經上眼睛了 那我自己在那邊火了 我是他們的第二代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 那我覺得...